字幕提供 哈喽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收看摩克斯基本电学 我是陈振旭老师 好 那我们这次的课程呢 要来介绍6-1 Part H 的部分 也就是所谓的导词系数跟词画曲线 好 那同学你们知道吗 我们在 在这个部分之前介绍有关全部词的 一些基本观念跟相关的名词 其实都跟我们这次的课程要介绍的 导词系数与词画曲线有密切的关系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导词系数 好 导词系数的公式 叫做μ等于μ0乘以μR 那各位同学可以看一下这个μ 我们在第一章有为各位同学介绍过 好 那如果是代表10的几次方的话 是10的-6次方 我们念成是Michael 好 可是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念成是μ 好 那什么是μ呢 我们来看一下 μ的定义就是物质能让磁力线通过的程度 好 那我们有 我老师有把那个读法列在右手边 Nu 是它的读法 好 什么叫做物质能让磁力线通过的程度呢 好 那各位同学已经有学过电流磁效应 对不对 所以电流通过导体它会产生磁场 诶 它这个导体的材料是什么 或者是它的心材是什么 其实跟它产生的磁场强度 或者是磁通量都有密切的关系 好 所以我们就来探讨它的材料的关系 好 所以咧 所以什么叫做μ呢 就是物质能让磁力线通过的程度 那首先呢 μ0的部分呢 是它的基准点 也就是空气的导磁系数 好 那这个数据请各位同学记起来 是4π乘上10的负7次方 那μR的部分就是所谓的相对导磁系数 不同的材料有不同的相对导磁系数 好 那它另外一个定义叫做 任何物质的导磁系数跟空气的导磁系数的比值 好 所以μR会等于μ0分之μ 好 那我们来探讨一下μR的部分 μR如果依材料不同来分类的话 它可以分成四类 好 首先第一类叫做强磁性材料 或者是所谓的铁磁性材料 也就是所谓它的导磁性是比较好的 所以我们把它写出来是μR大于大于1 它的材料可能是铁 细 钢 钩 钩 或者是镍等等 好 那第二个是我们的非磁性材料 好 我们的μR是1的 好 那我们的比较能代表的物质 介质呢 是真空 好 那里面有一句话叫做BH曲线是一直线 不会发生磁宝盒 好 那这句话我们等一下再为各位同学做解释 好 那第三类是顺磁性材料 顺的磁性材料μR是大于1的 好 它说感应的磁通跟磁场是同向的 也是具有导磁性 比如说铝 钵 钵 钩 钩 好 最后一个是反磁性材料 μR小于1的 感应磁通跟磁场是反向的 它说它不具导磁性 比如说金 银 钩 钩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是一个磁化的例子 好 什么是磁化呢 就是将一个没有带磁性的铁或钢 把它产生有磁性 好 那右手边是一个电磁铁的起重机 好 那这个是什么呢 我们在上面通上电以后 这个起重机的 就会产生很强的磁力 它可以把那个铁的物质把它吸起来 好 吸起来以后可以搬重物 那各位同学如果有去鱼港 比如说台中港 去看那个货柜 好 它那些都是电磁起重机 有没有 它把那个货柜用一个很强的磁力 把它吸起来 好 搬运货柜 好 所以理论上我们的电磁铁起重机 你要磁力有多强 应该就可以多强 好 那这样的情况下 它的μR是大于大于1 你一定要找这样的物质 才可以办到这件事情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铁铅的磁化 好 那各位同学不知道 有没有做过这个实验 我们在一个铁铅上面缠到的气胞线 然后我们有一个小的电池 比如说1.5伏特的 然后通电以后 这样子可以吸回溫针起来 好 那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中间这根铁钉是被磁化了 被什么磁化 被电流产映出来的电的能量转成磁的能量 把它磁化掉了 好 那我们以这个图来说明磁化的过程 那各位同学可以注意一下 我老师下面写一个μR大于大于一 也就是要慎选材料 你如果要做铁铅的磁化 要选μR大于大于一的材料 好 那这个图为各位同学说明一下 首先我们会通入一个电动式1 也是所谓的电池 好 那这边会有一个可冰电阻 可冰电阻各位同学如果有印象的话 依照欧姆定律 我们可以把电阻调大或调小 去控制整个回路的电流大或电流小 电流如果越大 产生的磁力或磁化力会越强 电流如果越小产生磁力会比较小 也就是所谓的phi会越多或越小 好 所以我们调整VR的目的在干嘛呢 第一个如果我们把I给调大 H就会上升 V就会上升 也就是磁场强度或所谓的磁化力会上升 磁通密度也会跟着上升 好 那第二个部分蓝色字写的部分 如果我们把电流下降 H就会跟着下降 V也会跟着下降 好 那各位同学可以记得到 调整VR第一点跟第二点的情况 好 那我们现在的重点是说 咧 怎么样描述这样的过程 I上升 H上升 V就上升 I下降 H下降 V就下降 好 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专业的曲线来代表 就是所谓的X轴跟Y轴 我们把H放在X轴 V放在Y轴 好 就是你产生多少H会产生多少V 好 可以用曲线来代替 那各位同学一定要习惯这样的曲线的画法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二年级 会有一本科目叫电子学 会常常遇到一些特性曲线 好 来描述原件的特性 好 如果各位同学 在高一的时候没有养成这样的习惯 好 去看这样的曲线呢 你在高二学习的时候会非常辛苦 好 那我们把这样的曲线叫做磁化的曲线 所以什么是VH曲线呢 也就是我们有多少磁化力H 会有多少的磁同密度V 好 那各位同学可以看到图1的部分 老师把它写成是非磁性材料VH曲线 好 我们看一下非磁性材料 各位同学可以看到红色的这条线 红色这条线呢 斜率是固定的 所以我们说它V跟H是呈现性变化 所以你H增加越多V就增加越多 好 第二个部分很重要 它说它没有饱和现象 什么叫没有饱和现象 比如说你上课在吃饭 不是上课 下课在吃饭的时候 一直吃饭 你总有一天会吃饱 对不对 总有一天会吃饱 那就是你的饱和 那饱和在这个曲线上面 也就是说如果你H增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V可能就不会增加 这叫饱和 好 那可是你在这个图一这个部分呢 是看不到饱和现象的 所以意思就是你H如果增加了 越来越多 你V也会跟着增加越来越多 好 这就是所谓的不会有饱和的现象 好 那老师为各位同学介绍一下 它的斜率的部分呢 我们定义成ΔH分之ΔB 好 也就是所谓的μ 好 所以导时系数呢 你可以从VH曲线把它看出来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图二 磁性材料的VH曲线 也就是μR大于大于1的情况下 好 它的特性第一个 它说它呈现非线性变化 好 为什么会呈现非线性呢 我们等下来解释 好 过来它有饱和的现象 也就是说它到H加到某个程度的时候 V增加的幅度是有限的 好 我们可以看到老师标示出来一个饱和点 也就是你那个H增加到H2以后 那个V几乎都不增加了 一样它的斜率是μ 就是ΔH分之ΔB 好 那我们把它放在一起比较 好 老师特别把它用蓝色框框 把红色线段框出来 各位同学可以看到 图一的部分的斜率 红色线的斜率 跟图二红色线的斜率 几乎是一样的 也就是你增加了很多H V增加的幅度是不多的 好 那这是什么原因呢 好 首先我们在做磁化过程 一开始我们的铁芯 或者是铁磁性物质里面 有所谓的磁分子 一开始是不规则排列的 所以你在磁化的时候 你要先让这些磁分子 先规则排列产生磁力 好 那这一段 磁力或磁通量产生的情况 并不明显 那你等到所谓的绿色线段 也就是H1跟H2的部分 磁分子已经开始规则排列了 所以这个时候的磁力 增加的幅度会比较明显 好 那最后一个部分 假设你已经规则排列完 你再继续增加 它已经饱和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它的磁通量的 增加的幅度就是有限的 好 那我们看一下范例1 好 有一个材料 VH曲线如附图所示 就是叫你算μ 好 那μ的部分就是ΔH 分子ΔB 好 那我们很快的 公式把数据带进去 也就是10-1000的-3次方 我们可以得到10-6次方 H1 好 那第二个部分 如果是200安扎公尺的时候 V是多少 好 那如果你已经知道斜率的话 我们换个角度想 V会等于μH 就是等于10-6次方 乘上200 等于2乘上10-4次方 特斯拉 好 那我们看一下 μR大于大1的翻例 它说 细钢片的VH曲线如附图所示 它说A段的平均导致係数是多少 好 那A段的话呢 DataH跟DataVL 老师帮各位同学标示出来 好 那我们一样 用斜率的计算方式把它计算出来就可以了 那算出来的话是0.04 好 同理如果是V段的话 DataH跟DataVL 用蓝色跟绿色把它框起来 好 一样套用斜率的公式 就是200-100分之5-4 好 那这样子我们算出来是0.01 好 那我们来做个课程总结 导致係数μ 是个非常重要的係数 我们可以用材料来分类 看看它的μR是大于大1 还是等于还是小于1 好 那μ的在真空情况下 是4π乘上10的-7次方琴 各位同学熟记 好 那我们还介绍的VH曲线 好 有分成两种情况 那各位同学一定要知道怎么分辨 好 甚至后面有一个範例 好 去介绍非磁性材料的 另外一个範例去介绍磁性材料的 另外一个範例去介绍磁性材料的範例 好 VH曲线怎么算出μ 好 各位同学要知道 好 谢谢各位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